远程其实最牛逼的 也是近战 你们不要觉得远程在远处A 好像很厉害 远程他有个误区 有个理解误区 其实他真正牛逼的是近战 他远程A的时候 大招系数全部减半的 他只有近战的时候 大招系数是2400的 然后你天赋点完 装备做完 远程速度其实跟工兵差不多的 你就当他是个近战武将 直接拖过去 拖过去近战卡 然后这一队的话 近战还有个反击伤害 其实远程真正牛逼的是 战撸 他战暴的一天 因为他远处偷偷A人 然后这个是个AOE 然后就算如果被近战贴脸打了 他大招2400 他如果架炮台的话 大招反而变成1200 所有远程都是的 我那天花了一下午 在那边看远程武器 我才看明白 你们自己去看括号里面那个话 他其实是 所有远程武将都是 在架炮台做远程的时候 细数减半 主要靠平A 但是如果近战了 他就变成你是近战武将了 大招直接2000死 AOE 就当他是个近战武将 然后还有个反击 还有乱七八糟什么禁手 这个武将其实很厉害的 远程怎么搭 远程我也没想好 我只知道这个红帽子是必恋的 然后红帽子配谁其实都很厉害 但都有点缺点 这个是分段 但他有生命 按道理应该这个好一点 因为他有加那个重击伤害 这两个双重击 按道理应该是这个好一点 但这个分段我感觉 有点弱 然后这个是直接伤害 有点体质 但他是个技伤 他是技伤体系 反正我看到红帽子配这三个都有 我也具体不知道哪个更厉害 这个主这个负 主要是这个增伤 他因为做主将的话是个辅助天赋 开他快一点 然后有远程加普攻的 加上他是个重击 后手 就等于是你吃了一个50%的远程普攻加成 再放一个2400 或者1200 这样子其实也行 其实都可以 但核心是 就你完远程的话 红帽子一定要连 因为他AOE 其他这几个的话 基本上随便选一个配他 但他一定要连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